他只记得昨天离开父亲房间 父亲只喃喃了一句 这叶晨的身份不一般 他值得我们这么做 但是除了暗店店主 以及内地发生的那些事以外 这家伙还有什么身份 让父亲如此忌惮 很快 叶晨和李元成他们脚步停下了 此刻呈现在叶晨面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壁画 壁画宽五米 长足足三十米 栩栩如生 差异的是 他更是由剑痕所刻 叶先生 这壁画便是江道山的秘密 李元成道 叶晨没有理会 他的视线死死地盯着壁画中的一处 因为那一处描绘的竟然是摆坐墓碑 而那摆坐墓碑之上竟然悬浮着一个青年 青年盘腿而坐 周身盘绕着九条巨龙 其中一条便是他体内的那道血龙 只不过画面中的血龙仿佛有万丈 披靡天下 翱翔天际 震慑烦人 看着眼前的壁画 叶晨能够感觉到体内的血龙正蠢蠢欲动 仿佛随时都要冲出体内 他努力压制 但是体内的血龙依然散发着狂暴的气息 足足五分钟 李元成看了好几眼叶晨 实在想不通 这叶先生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一处看 那九龙之意 只不过占整个壁画的一部分而已 况且还不是最重要的 叶先生 李元成轻声道 可是叶晨依然没有反应 叶 李元成感觉到不对劲 刚打算伸出手 提醒一下叶晨 下一秒 一道狂暴的龙吟之声响起 龙吟震慑整个地底 同时 叶晨的身躯之中 冲出一条血龙虚影 强大的气浪席卷周围 李元成脸色大变 看着叶晨仿佛看到了什么惊恐的事情一般 但是他没有躲闪的机会了 一股无形的杀机包裹着他 气浪肆意冲撞他的五脏六腑 他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吐出了一口血水 身子更是如断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 而魏影倒是没有受什么伤害 在血龙冲出的刹那 他周身的寒冰覆盖开来 仿佛下意识地在保护他 眼看李元成就要砸在一面墙壁之上 一道身影急速涌来 正是李家族长李嘉诚 李嘉诚身躯一抖 一股无形的屏障挡在身前 李元成直接砸在屏障之上 虽然缓和了几分 但是强势的力量 还是让李嘉诚和李元成 退后了整整十步 爸 你怎么来了 李元成呼出一口气 同时暗暗庆幸 鬼知道夜尘怎么会突然如此 李嘉诚没有说任何话 死死地盯着夜尘头顶的 那道血龙虚影 严肃而又忌惮 随后他的目光 落在那壁画之上的青年上 喃喃道 莫非真的被我猜中了 这壁画中的青年 就是这夜尘 这条血龙虚影 虽然和壁画相比 小了许多 但是却和九条神龙中的 一条重合 他表面淡定 内心却是掀起了惊涛海浪 如果真是如此 那这背后意味的事情 就太大了 这壁画至少有千年历史 千年之前 就有人预料到夜尘的存在 而此刻的夜尘已经清醒过来 头顶的血龙又回到了他的体内 他已经完全确定 壁画中的青年就是自己 他心中最大的疑惑 便是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壁画之中 他虽然懂推演之术 但是推演千年 上古之人也不一定能做得到 绅士 爷爷 湘江 江道山 李家弟弟古城 这些东西缠绕在一起 仿佛形成了一道诡异的棋局 无法看破 短时间更是无法看透 夜尘缓过神来 目光落在了李元成 以及李家成的身上 他取出两枚丹药射了出去 刚才我无法控制 这两枚丹药服下 对你们的伤势有很大的好处 两人接过丹药 自然能够感觉出 丹药里面蕴含的浓郁药香 叶先生 谢了 不再犹豫 直接服下 丹药瞬间散发开来 原本脸庞苍白的两人 脸色红润了几分 他们对夜尘也越发的好奇 这丹药比湘江 乃至华夏的任何丹药都要强大 这对舞者来说太重要了 而夜尘随随便便给出 必然意味着这丹药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夜尘转身继续看向壁画道 这壁画来自何处 李嘉诚来到夜尘的身边 看了一眼李元成以及魏颖 元成 要不你带魏小姐去挑件礼物 李元成和魏颖明白了什么 自然地向着一处而去 很快此地只剩下两人 李嘉诚也不废话开口道 叶先生 湘江在华夏历史上属于南蛮之地 南蛮之地更是华夏古武 亦或者说是修炼的发源之地 根据我这些年调查 昆仑须经常有强者来湘江处理事务 那华夏守护者也在江道山召开多次会议 此地必然不凡 我李家先祖早就意识到了此地非同寻成啊 所以在几百年前就带着所有人从内地扎根到则 百年前我的父亲在湘江意外发现此地有些特殊 便动用一切关系和金钱买下此地 保护此地 直到后来 我们白天在上面建设花园别墅 掩人耳目 而晚上则慢慢挖出这座弟弟之城 对着弟弟之城越了解 我们李家便越发强盛 甚至借用这个秘密 让我的张子踏入修炼意图 张子也被昆仑须的宗门强者带走 奠定了我李家的地位 李家成很清楚 夜晨体内的那道血龙就注定对方不是鼓舞者 而是修炼者 也必然知道昆仑须的存在 夜晨嘴角勾勒一道弧度 饶有趣味地看着面前的老人 这个老人他在新闻中不知道看过多少回 本以为是华夏顶级商人 现在看来他远远小看了对方 对于你李家 我是一个外人 甚至你们对我也不了解 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告诉我呢 你应该清楚 我若将今日之事传出去 你李家的底蕴必然要崩塌了 李家成爽冷地笑了起来 叶先生 我李家成在商道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更是有着一个坚定的信条 成事者运气和胆识才是最为重要的存在 如果叶先生真的如此 那我李家覆灭我也认了 不过现在看来 叶先生对这壁画可比我们李家还要感兴趣 叶臣本想说什么 李家成来到了另外一侧 指着壁画中的一处 认真道 叶先生 本来我不敢肯定 叶先生和这壁画有联系 但是那条血龙却是证明了此事 还有 叶先生请看这里 这幅画让我笃定 明日叶先生必然要踏入江道山 叶臣一正 顺着李家成手指的方向便是看到了又一幅壁画 画面中一个青年手持长剑 而他的对面却是站着十位老者 虽然画面静态 但是这十位老者气息强大 眼眸透着强大的高傲之意 而青年却是受了伤 气息虚弱 只不过嘴角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仿佛胜券在握 叶臣很清楚 这幅画便是明日江道山的画面 而那十位老者必然是华夏守护者 一战难免 自己会受伤 而且看样子自己仿佛陷入了困境 但是自己的这道笑容又是怎么回事呢 叶臣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 这个笑容便是他嗜血和掌控一切的笑意 叶先生 这便是你明日踏上江道山的理由 我研究这壁画很久 起初我认为画面中的青年是败局 亦或者必死之局 但是如果仔细看 必然会发现一些东西 来叶先生 看这幅壁画 李嘉诚又向一侧挪了几步 叶臣的视线也是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这一次 叶臣面前却是悬浮着一柄剑 剑身之上刻着两个古老的文字 震魂 叶先生 此剑便是江道山中双剑之一 阵魂剑 据说江道山的阵法意或者灵气 乃至湘江的气韵 都和两柄剑有着很大联系 如果叶先生面对那些人出事 又怎么会得到这柄剑呢 所以我断定 明日江道山 叶先生不光不会死 还会获得天大的机缘 枕魂剑便是机缘 叶臣没有说话 视线又扫了剩下的几处画面 试图想要通过壁画 看到自己的未来 可惜剩下的画面 他根本看不懂 甚至连自己的身影都没有了 整个巨幅壁画的另一边 更是一片空白 就好像有人故意阻挡着后面的内容 天机不可泄露 叶臣收回目光想到了什么 便道 今日我去过江道山 那里有一道上古阵法 以我现在的实力 根本破不了 我无法踏入 又何曾出现壁画中的场景呢 这是叶臣眼下最大的困惑 李嘉诚笑了笑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玉牌 叶先生 这玉牌便是进入江道山的钥匙 正好我李家也有两枚 这两枚钥匙传承千年 对我李家来说极其宝贵 我愿意把这其中一枚钥匙送给叶先生 但是 叶臣知道 接下去的话语便是李家接近自己的目的 从李家派人对湘江暗殿偷听谈话的人动手开始 再到李源城接触自己 再到这地地古城 李家作为湘江第一家族 自然以利益为首 说吧 如果过分 这进入江道山钥匙 不要也罢 叶臣淡淡地道 语气带着一丝冷意 微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